花蓮市十六股大道 平交道上方的路桥 桥面几个接合处经常的凹陷 影响到行车的顺畅 立委邱城远服务处18号的上午 也要求相关单位到场来会刊 初步厘清 这座路桥是由施工所负责管养 但由于要彻底修缮接合处的经费 恐需要百万元以上 因此建议由施工所提报县政府 争取经费的修缮 来维护民众的行车安全 花蓮市十六股大道市内政部 营建署新建完成之后 移交给花蓮施工所负责管养维护 但平交道上方路桥的桥面 有几个接合处经常破损凹陷 影响行车顺畅 立委邱城远花蓮服务处 18号上午邀及相关单位现刊 希望离清责任归属 尽快修复整坪的路面 在这座桥施工的当时 是不是在结构上 发生了结构上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伸缩风的部分 水泥 破损 钢筋裸露 这个部分为什么 一次秋了之后 第二次又再重复的出现 这应该就是结构上出的问题 我们怀疑是这样 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 今天假设我们今天是 团养单位是发明施工所 如果再修复之后 会不会再出现第三次 这个我们是产生疑虑 所以我希望 营建单位营建署 应该出品说明 当初整个施工的结构 是不是在施工过程中间 哪里有瑕疵 第二个就是说 将来性是不是会再造成 这个问题 所以要把这个问题 应该要把这个问题 全部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就不会再发生 第二次第三次的这个现象 经过现场各单位说明 厘清目前16股大道士 由施工所管养 路面也做了几次的凹陷填补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如果要完全更换 接合处所需经费 至少百万元以上 施工所难以负担 以此立委邱成远服务处建议 由施工所提报计划 向县政府争取经费 如果需要中央经费 邱成远服务处会再协助 向相关单位来争取 这类会幻视报道